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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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宗杰 今天的開頭呢非常的特別 是在我們自己的廠內開頭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在前兩天 小閃子他有發了一部影片 他有偷偷的來廠內做一個挑戰 結果他好像被小墊了 蠻慘的然後他好像一千塊 他那個時候我看影片好像只出了三樣 然後呢下面的留言 非常的議論紛紛 也好或者是觀眾也好都有在下面留言 就說啊那個台子那個 難度怎麼樣還有擺的東西 不夠多還有怎樣 這個根本就是做穩贏的 喔根本賺爛什麼的 就是一直看到很多就說哇 這個只做穩賺不賠的生意什麼什麼的 今天呢我直接讓大家 實際看一下我那些娃娃機的 前十次的出貨金額 是多少那我們就帶大家去 看一下好比說這一台 洗衣球台在市面上如果 應該不會有任何台主會直接給你看他 表頭啊怎麼樣出貨 出貨數字是多少 我們今天就直接給大家看 實際的出貨的金額 然後累加金額這個是會顯示 十次前十次 四十塊九十塊一百七一百四六十五十七十七十七十十塊一百二 超過兩百 沒有一盒超過兩百的 這一台難易度真的不高 然後我還有看到一個留言就說 哇洗衣球一定要達到二樓才可以出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這一台一樓只要屁股捏薄幾乎是百分之百必託 這一台呢就狀態一直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也想說洗衣球也不貴 既然是這樣的出貨金額的話我也不去做調整 就讓他這樣子 然後還有針對人家就說什麼 你的台子啊 好空喔 都很多空洞空洞 其實這個真的要直接來跟大家說明這些東西 因為為什麼今天會 東西會比較空洞比較多呢 我整家店娃娃機店沒有一台是做縮洞口 然後也沒有一台是用機台內部的設定去做防禦 因為機台內部的設定防禦有很多種 我一個都沒有開 例如就是下爪延遲二收延遲 就是很多的那種防禦 如果那些防禦全開的話 我的量可以擺到應該是可以算三崩的程度 哪怕是沒有縮洞口的情況下 我那些設定有開 那擺到最滿你甩也抓不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被電的機率很高 那些我在市面上比如說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那些設定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 我當然不能調我不喜歡的東西給大家去遊玩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 那我們再帶大家去看第二台的出貨金額 這台是當初也有活動 這台是3C台 來給大家看一下 累加100 150 130 170 30 80 160 380 這個就打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60 平均均出這樣平均算下來可能200不到 因為你會把那380拿去貼60塊的 貼50塊的 貼幾十塊的 然後100多的 就基本上出貨金額不會超過200 都是100多 一定都會出貨 然後上面還有刮刮樂 刮刮樂這一點我也想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們的出貨金額都非常的低 你說上面一定要擺到多好的獎品 說真的有點為難 但我會盡量的 當然是上面我每一台機台上 我後續都有增加 就比如說每一台機台都會有一個一番賞 至少你刮的時候至少會中一個一番賞 不可能這樣的出貨金額 然後我每一台上面全部都野獸過 全部都money 全部都是拉噗噗 這一點當然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要因應均出的金額 而去抓一下上面的獎品的金額 那我們再帶大家去看一下下一台 這台就是好像小斬子下面留言 也是蠻有爭議的一台 就是說公仔台 我原本機台的設定 我都是抓在大概9盒 然後上面可能就有刮刮樂 隔壁台有夾送 然後我的隔壁台這台是寬盒台 那台之前有被1000塊打了8盒 1000塊打8盒 然後還送一個一番賞 我也沒有說因為 它這樣子出成這樣子 而去做改台挑台 一直台性依舊是如此 能說什麼 然後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 今天是16號 然後16號今天早上呢 都剛好擺好 然後10元出貨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回到這一台公仔台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台的均出有多少 50、310、50、80、150、180 有一個吃一個保夾 880、310、180、170 因為娃娃機這個設定 哪怕你設定再佛的台 也是有可能有人會吃飽 像這一台我也不敢說一定是最佛的狀態 但是至少它有少少出的空間 也有人家可能運氣真的不好 吃飽的空間 這都是在外面打台一定都會遇到的 吃飽可以做球 對吃飽之餘能做球 然後那個時候不是我們 核數大概都抓在9核嗎 因為剛剛有講到寬核 那被人家1000塊掃8核 目前我們把9核增加到12核 因為這次我們都是直接講實際面的 就是我們把它增加到12核 就看後續 幣量如果又再更低了 那真的是 就要再去做調整 不然就真的是 這能怎麼說 因為真的是沒有做一些防禦的東西做出來 你要把商品擺到 全部都擺到2樓3樓 整除全滿狀態 那個真的很難 我們會因應事實的情況而做調整 然後還有禮拜天 剛好抖音有一個直播主 來場內拍片 它那個時候好像這一台 好像多少打出來 70-50 出兩盒 配瓜 對然後還送瓜 然後隔壁那一台好像也是幾十塊吧 我們就這邊直接呈現影片給大家 看一下 多似乎 提出大家 坐在一起 我們下支開 但是如果在抖音 早點抖音 這個地方 我可以改善 呢 我可以改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有看到一个留言 他是说 那个下线长度太短不能做翻 结果那个直播主 他就直接翻出来 人家这样子留言 然后人家确实也用这样的方式打出来 能说什么 我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还有一个留言是说 下爪速度太快 然后说根本没办法打二楼 结果呢 那个时候大军来到场内 他那时候好像台风天来这边 自己也是偷偷跑来 他说台风天跑来 我的场这样子玩 结果这一台 他就是打二楼出货的 甩打 那针对那个留言 我也是不予置评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再去看一下 下一台 来吧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台 这台呢 他的均出 10块 40 60 40 30 20 110 50 120 120 这一台的均出也是蛮惨的 很多人就留言就说 那个空洞太多摆太少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我们在摆台的过程 我们几乎每次来 因为我们一天大概都会来个一次 做一个补台的动作 这一台基本上 我们的中距还有标准台 都会摆到二楼 有的最角落的会摆到三楼去 所以基本上都会像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我觉得 以正常的台面 然后没有一些防御的设定 或者是缩洞口的设定 其实摆成这样已经算很多了 因为光看那样子的均出 就知道平均的出货的金额 就是这么的低 而且上面一夹上不是多 就像上面的那个刮刮热啊 什么的 那些真的都是多送的 你20块出货 50块出货 我再多送你一刮 有机会再带走上面的奖品 其实我真的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出货的金额 拉低一点 会比较好 比较每次打都是 300 400 500 600才出货 那个打起来会很难过 我们最后去带大家看一下一台标准台 这一台呢 商品我们也会尽量摆满 像这个也是 都摆到二楼的程度 后面的东西基本上 你爪子过去基本上都拿得下来 然后我们这边来带大家看一段影片 那一个人就是 他光拉上面 然后全部东西拖一拖 抽一抽 好像前面四个都少少出 然后还刮中一个一番赏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然后在哪里 我来看看 这边不是 我们可以在哪里的地方 这么多的地方 有机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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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号是一番赏 然后被刮走了 他四个都少少出了情况 还刮走了一个一番赏 重点你还有东西哦 对还有一些小商品 还有一些小商品 所以就他不只打开心了 他这是打没亏他还小赚 因为有刮中一个一番赏 所以就我希望 我就是我摆台的方式 就希望我摆到像满一点 就摆到至少二楼 你拿得到 然后看上去蛮多的 然后你在打的过程 重点是你出货金额 都不会太多 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 酸民的重点之一 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是所有的留言 应该算是被泡最多的 我也不是要为自己平反还是怎么样 确实这一台是合伙人的 但是我要帮合伙人平反一些东西 像很多人就说 哇这一台 那小盏子在打的时候 爪距开 那个根本就没办法吸啊怎么样的 然后我看到有人去回复他就说 爪子 你把它调到最密的时候 反而是最难打的状态 虽然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怎么样都有进度 但是爪子做到密爪 那个出货率反而很低 所以那时候合伙人他想说 他要把他那个爪距打开一点 你捏起来就溜掉 而且那个时候大军来打这一台的时候 好像忘记他不知道打 他总共打了七包 带走那个老物大将 那个时候好像也有人泡说 哇这一台 湿纸巾上面的奖品 有过烂没有很好 但是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监视器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滋共苹 大盛 小盛 3个 2个 3个 2个 3个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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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 他總共才打了90元 90元打了兩包 兩包刮中了3號 然後3號那個時候小產子來拍的時候 3號是已經被帶走的狀態 他這一台好像是一個大貨卡 已經被那個客人夾走了 所以他來的時候剛好上面比較空 然後好像在他來拍之前 那時候合夥人好像有稍微 上面好像有在多補了兩個獎品 他就有在多補一些獎品上去 因為他想說可能前三刮 他的大獎就被刮走了 然後想說再補幾個商品上去 所以才20刮而已 對這一張畢竟刮數也少20刮 如果你上面有些人就說 上面又不是刮摩尼 又不是刮野獸國 刮拉布布 搞得這麼難 但是畢竟20刮 你要20刮 然後有辦法刮摩尼 刮拉布布 那哪有可能 你找一台給我們看 根本在市面上根本不可能 通常那個刮到那個摩尼那一種台 至少都是百刮起跳 甚至我們之前還要去打一個 4台連續的 750刮 一定都是那種一兩百刮起跳的 你要20刮去放那種摩尼的獎品 那種很高單價 一隻要數千塊的 當然是不可能 他當初爪具打開一點 也是為了大家比較好出貨 小閃子的影片下面議論紛紛 他就想 那好啊要密爪 然後合夥人馬上來 他把它調成密爪了 他就想好啊要密 那就密啊 那就密 然後到時候打不出去 不要再怪東怪西了 應該是說他們 獅子金也搬很少 哦對對 他們也有反應說量不夠多 但是我覺得 反應量不夠多這件事情 我們本身做台主的這些 我們能夠去改進的 像我覺得這一點就 我們可以去稍微做一些改良 讓大家可能東西覺得不夠多 那我們再去增加 這個我覺得這一件事情是好事 好那獅子金台就告這一段落吧 好我們剛剛機台呢 也有稍微做一些說明跟聊完了 那我後面呢來挑幾個留言出來 來回覆一下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 第一個 他寫 笑死割粉絲韭菜吧 新貨也不放 槍位還放鬼滅 這樣保夾可以880 現場也不給 還不給人家翻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有講的 他說不給人家翻 人家都直接翻出來的 然後獅子金白那樣子 以為刮什麼大貨 結果呵呵 像我覺得針對這個留言 我覺得 因為他說槍位還放鬼滅 你看那時候我們看了很多 段的影片 還有那個直播主 他的槍位都是30塊幾十塊 寬核10元出貨的 那針對這些怎麼講 人家畢竟還是有人少少出嘛 然後他下面有說保夾 這樣子可以880 其實880這個金額 在市面上我覺得算是中等 他沒有到很低 但是也沒有到很高 所以我都是一直在抓平衡點 包含台信也好 擺的商品也好 其實我一直在抓平衡點 我不希望讓大家來的時候 我全部的公仔 保夾都是全部都破千 或是一千多多很多的那種程度 所以我盡量我已經盡量在抓平衡點了 好 這一個就算了 然後再下一個留言 這個留言我覺得就還蠻理性的 他說擺得少可建議 但是台子有甩幅有力 就可以 外面太多沒甩幅沒力 還保夾還一千多 然後說外面保夾一千多的 為什麼不去屁啊 這個留言就還蠻理性的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 獅子金成本這麼低 看小斬子打了快200 我已經不知道這是誰的問題了 剛剛有提到的那大軍 他來的時候出了六包七包 還刮中了一個不錯的獎品 那這個 只有吃一個寶 對只有吃一個寶 那個寶甲好像他還去做球吧 還是第一開始的減寶 這一段我也 我也忘了 反正他就是有吃了一個寶 也許做了球做滿之後 出出出出出出 然後就刮中了一個那個大將 然後下一個 好險有看小斬子影片 才知道你有多雙標 其實有時候我們創作者也好 會是藝人啊 公眾人物也好 他們看到這些 這些言論 真的確實會讓那些 創作者走心 已經多多少少 他說只希望 台主設定好 讓你打出貨 自己的店的要命 刮送獎品又超爛 直接退訂不看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觀眾 就是非常的 不理性的 他們只單純只看表面 你當下看到那個狀況 就馬上就去罵你 這樣子是非常不理性的 然後就 就失地玩過 對然後像這樣的觀眾 我就覺得 好你既然退訂 那我也 那就不要看吧 我覺得也沒差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我覺得 他應該是沒有在看我的影片 當初中傑在高雄擺台 的台 中傑的台是一等一的店 然後保夾都很高 拍影片都說自己喜歡 兩拍台 說台主很棒敢輸贏 然後自己搞一個2.5 2.8拍左右的拍數 看了就不想打 我從來 從以前到現在拍片 我從來沒有講過我喜歡兩拍台 我都是說哇我喜歡打慢的 慢的操作空間比較多 我很喜歡打2.5拍 這個就是根本就不是忠實的觀眾 他就是 只是看到黑影就開槍的感覺 因為我一直都說我喜歡慢的 突然想到 以前的工產價格不是現在的工產價格 喔對 所以以前保夾 大家都是偏高 對 他說什麼保夾都很高 我當初我還在高雄的那個時期 那個時候的標準盒 漲回去到550、600的金額 對啊 所以你不能說因為 那難道你那個 東西價值600、550 你保夾設個880嗎 那或者是設個790嗎 或者是設個690嗎 怎麼可能 他說保夾都很高 以前的金額都高啦 小海螺也是啊 小海螺時代每個都是頂天堡 對啊 然後再下一個 這一個他說 終結就是四處喜歡講人家的台 很硬蹭人家 然後自己的場擺這樣真的很好笑 然後下面還有人回覆他說 真的 歸我看他的影片還看了很久 原來是這樣 哎 然後小展指也有去回覆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觀眾留言 他說 你才好笑 有甩幅爪力 答不出來是技術問題 今天我們在做台性的調整 我都內心一直在找一個 真的 就是一個平衡點 我希望大甩 然後有爪力 然後擋板都不高 除了那個時候 可能觀眾有反應獅子金台 說擋板太高 我們基本上 當然擋板能低 我們盡量都低給大家 盡量 盡量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就 就這樣子吧 我已經說了非常非常多了 那就這樣子吧 好 當然我 所有的留言 像小展指那邊 所有的留言我都有去看 會針對一些 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會去做改進 比如說他們認為量不多 那我們就盡可能的把量擺多一點 然後我 就依然不會去設定那些防禦 好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吧 談話結束 對 談話結束 我們出去尋台吧 好 我們收起剛剛那些 欸 不好的情緒 我們再來打台吧 我們就直接來實際打台 然後述錯一下我們剛剛的感受 你看就像這一台 這一台 東西擺的算不錯滿吧 但是 它不錯滿之餘呢 你來看洞口 就是一定會做一些縮洞口的防禦 然後這保夾金額是1180 所以有些人都會說我那個台子 可能有的是700多 有的800多 就說是 喔雷保 那個保夾太高了吧 那我就真的是不予置評 然後這一台 我們連10元都沒有試它的台性 喔這台性是好的 這台性不錯 所以我們在外面拍片 在打台的時候 只要甩幅做得起來 然後爪子 下去 及時 然後不要有任何的盾內 我都覺得那樣子的台子 都是不錯玩的 然後加上如果擋板還能夠不高的話 那個我就會 在外面我就會直接銘講 哇那個那個這個台性很佛喔 這是佛台 所以我們就 你要說台子佛語 不佛電語不電 要有很多的角度去考量啦 不是說今天 可能今天影片上的呈現是怎麼樣 就是哇好電喔 就會讓人家比較 難以接受 但是有時候 你能不去接受它嗎 不行嗎 還是言論自由嘛 大家有討論的那個 那叫什麼 討論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 有討論的權利啦 針對那一部影片的整體玩起來的感覺 我是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 所以有時候 東西 不是說你今天一定不願意去擺到 很多很滿 甚至全部用拉的就能出貨 但是你也要針對 目前台子的現況 然後去述縮這樣子的狀態 就如果像這樣子 有縮洞口 我全部都擺到 擺到可以拉的程度 一過來就卡在那個縮洞口的那個位置 當然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啊 當然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 像我們在外面就 沒有那麼喜歡遇到那些台性 所以我不能 將我不喜歡的台性 然後去 設定給大家游玩 這樣就說不過去 至少我的設定上 我都是認為是 就是甩幅 爪力 擋板不要太高 什麼的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我 盡可能去做的事情啦 所以我一直在找 就是很多的那個 平衡點 做挖機就是這樣子 你要找到平衡點 真的很難 有人會說難 有人會說簡單 對啊 就像一樣東西 你去吃同樣的一道料理 一定會有人說 哇好好吃喔 另一個人就說 欸普通 甚至有人會說 欸不好吃 所以就 你要怎麼做 才能夠符合 所有人的胃口 其實這個東西是很難的啦 然後我打到現在還沒出耶 對啊 因為 因為有說啦 所以沒辦法 我們必須要把後面的東西都拉過來 這樣就是也是花了一筆錢啊 對啊 所以就 欸東西你要擺很滿 可以啊 但是你 又會多了很多防禦的設定 那 東西滿你就一定會比較容易出貨嘛 真的是不 不見得啦 哇哦 我們先來認真出約貨 真的是 卡 因為畢竟這個縮其實真的是很縮啦 它縮的下面有一節 上面再一個高的 所以真的是有點多 哇 它的那個勾很多耶 它中間的洞能過嗎 中間的洞 你說那個兩個高度的勾下面喔 是那個洞啊 過不去 完全過不去 因為它下面還有勾 它總共有24 6 7 8個勾 很多個勾在 它不是只有那兩個高度的勾在那裡而已 哇 哇 我這個要打到 像這個可能要打到三樓去 從這個三樓直接給它過去 你看我們打著打著 雷寶400了 哇 這樣一直有點尷尬 哇 哇 丟一下 拜託出一個貨就好 所以你看我們 為了去 和大家去 講一下這些台性的差別 出了 還好還好 溜掉 還行 還好在400多的時候出了這個貨 所以我要今天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外面 或者是我們在外面打台 還有在自己的機台設定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就只能用實際面去跟大家做一個解說 來吧 我們就來做一個強烈的對比 剛剛那個就是有縮洞口 然後它的東西擺得比較滿了點 像這個 擋板很低 沒有任何縮洞口的防禦 是不是東西就顯得比較空了 就比較少啊 這個就是正常的 一定都會這樣子 正常台面 對 這個真的是 你無法去 比如說你今天你要 這樣子的洞口 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東西要像剛剛那樣子那麼滿 說實在的是真的不可能 因為沒有人會去做虧錢的生意啦 因為那個狀態 如果那個沒有那個縮的話 剛剛那些我已經不知道出了 五六個七八個去了 所以是絕對不可能的 人家做生意也是要賺錢 對啊 所以就 我看到很多啦 很多那些 那些留言我是覺得 當然是 一些可以建議的部分我會去聽 就比如說人家說東西想要滿一點 這個我會適時的再去做調整 東西當然是大家會希望多一點 那我就 盡可能的去調整 加上再多一點 那多一點之餘呢 我們也是要去 看一下現況怎麼樣 總不能像 好我 我為了 要平板那些 叫我擺多的那些留言 然後 我的台子的洞口可能像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我全部擺得像剛剛那一台 我覺得這樣子做是沒有意義的 做每一個都10塊20塊 對啊 每一個都10元20元出 或者是幾十元出 全部都是100內出 我這家店就會倒了 穩倒的那個 這樣子的店絕對穩倒的 絕對都做虧的 你連基本的那個貨的 貨的金額你都回不來 然後 你的店租還沒嘎過 所以你可能會倒虧 如果你今天是有正常的工作的人 你開了這間娃娃機店 你把你正常的工作的 全部的收入拿去 Cover那間店的虧損 不是本末導致嗎 你開一間店 你想要可能想要多賺一點收益 但是沒想到 你反而讓自己的正值 賠了進去 那就說不過去 所以 一定會有很多 像我就一直在找 這些零零種種的平衡點 你看像這個東西是不是 就是它原本看上去很多空洞 我一直花錢 我去做拉 拉補位的這些動作 東西是不是離洞口就很近 東西就變得很多 然後這個有可能吸一下 抖一下 這個它雖然也有開爪距 它那個吃到很多的三角處 是能夠吸出來的 像這個它開了一點點爪距 也是為了防禦 但是 它的防禦之餘呢 有沒有 如果吸的夠多 就是你的 必須問題的 對這個就是你二收的 能力的問題的 你能不能控制在 那樣子的多 然後不要太多 你看這台的台線 我覺得就非常不錯 來這一台我應該可以再出個幾個 今天算是和大家 聊天的一集 我覺得蠻不錯的 也是要謝謝小盞子 然後讓我有這樣子的話題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可以去和大家做一個溝通 然後大家的給的建議我都會去聽 當然東西 就是 我覺得最主要反應就是東西的量的問題 當然我會盡可能的 讓東西多一點 還有看到底下有人留言說 怎麼只有 只有活動的時候才會推廣自己的 自己的場 然後沒有活動就不會去推廣 我對於這個留言我也是蠻無言的 平常我們在外面都是以拍片為主嘛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的去拍外面的台子 有哪些好玩的 我不可能 三不五十每個禮拜 或者是 幾個禮拜我就拍一下 我的長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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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推自己的長 也 雖然說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 喜歡去外面挑戰 各樣的台性 然後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就是說 我是實際去外面 挑戰別人 所調整出來的台 或是打到什麼樣的商品 我覺得這樣的 影片會比較好看 不然我們都在自己場內打就好了 對啊 我就自己的場內 我機台上面 擺那個野獸果 擺Money 擺那個Lavu Bu 然後我自己挑戰打出來 喔 我刮中了刮中了 這樣不就很無聊 這樣會顯得真的是 很假掰加無聊啊 所以我不會去 平常當然是 比較不會去Push自己的場 唉唷 你看是不是很多空洞 也是我拉過來的嘛 你看我也是花錢 在聊天的過程 一直花錢做拉位置的動作 打這樣子的 這個算是 比較技術台 像這樣就算是 比較偏技術台 會 我會一直做拉位置 然後逆斜甩 唉唷 但這種台 如果你能夠做成平台的話 那就更不簡單 來了 雖然說看了很多的留言 你說 要不走心嗎 其實一個人講還好 三個人講 五個人講 六個人講 八個人講 你都會覺得 唉好啦 算了算了 但是如果留言多的時候 你就會漸漸的 一定都會走心 任何的創作者 任何的藝人也好 公眾人物也好 一定多多少少 只是我比較偏向於就是 人家給我的建議 我會去停 然後我會去 盡量做調整 盡量找到平衡點 只是娃娃機 這種東西真的你要找到平衡點 真的很難 太難了 你看整集講話講不停 然後你看我在聊天的過程 還是能出貨 那我打這一台的狀態 其實標準台 然後沒有縮動口 一般的技術台 然後中間也有很多空洞 我們一樣是可以這樣子的狀態 一直出貨 就是因為 我們打台的觀念 就是會一直做補位 拉位置 我不會像 好我 比如說今天我這些都不動 好我就空打這一個 比如說這個是公仔好了 好我就一直打他 一直打他 你出貨機率本來就是 一直拉低自己出貨的機率啊 你看東西好 我東西一直不動 然後比如說這個是公仔 啊我就一直打他 一直打一直打 好在這裡 我一直拼他 你已經浪費掉這些給你的資源了 這些給你的資源就是 你可以去補位 這樣會增加你出貨的機率 你看如果我 剛剛那邊有一個東西 我東西丟過去 是不是有機率 過來 那我就少花了那個 少花我現在 現在在拉位置的這個錢 反正今天 今天打 今天打 打商品 我不要在乎價值 今天我就是打一個說明 我打台的觀念的感覺 給大家聽一下 你看就像這樣子 我如果其他都不拉 我一直空打他 這樣的出貨機率本來就會很小很小 但是如果今天 我把它當成 我今天就是要打這個貨 好過來了嘛 然後我就會去 拉位置 去把那個洞 補滿 甚至直接 逆斜甩 逆這個點 把它全部逆上去 砰砰砰過去 那我相對 我就有提高 我打出這個貨的機率 所以很多人打台不補位啊 或者是 我是覺得 也不是不行 但是那個是你的打法 你如果打得出來 當然是OK 但是打不出來 你就不要再 不要覺得好像 打不出來 那台有多難幹嘛 對對對 我會覺得 很兩難 我只能說這件事情是很兩難的狀態 你看 在聊天過程也花了 30元50元去拉那個位置 然後這個角度在膩 好 這樣子狀態是不是很漂亮 整個做了右邊一個城牆 45度角一個東西在那邊抵著 然後這個就可以 比較大膽一點 但平常我們不會去 為了眼前這個貨 然後我去拉這個動作 今天只是為了要 跟大家說明 不然正常如果這個不是 公仔或者是什麼有高價值的 我不會去這麼的Focus在打他 我一定會要嘛就去拉悠遊卡 要嘛就是拉公仔 你看這樣子 咚咚咚 又回來了 然後這個可以考慮 全包 這個應該是不會出啦 還是它可以跨著 沒關係 這樣子也好 你看如果今天我是打這個 這個是金證的話 我花個100 200 哪怕300 打出來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不太虧 你看 你看東西 我就是拉一個東西在那裡 又一個槍位給我 如果我今天沒拉 是不是它要進去 我要繼續再把它拉出來 所以人家會覺得 我一個金證200 那我就是要200出貨 那 很多人都會這麼覺得 我一張大樂透也50塊 我為什麼不能50塊就中頭獎 說嘿 我今天買一個威力菜100塊 為什麼100塊我不能中一個威力菜的二獎三獎 他頭獎 我一樣花錢啊 但是 今天這種東西 要怎麼去講 你看 這樣就出貨了 然後 你看也是因為我們這樣子一直拉 拉位置 那一個重點是今天我們做的拉位置 45度角一直卡在那裡 我東西打到它 彈回來 不然就打到二樓 它飛上去嘛 我試著全包看能不能丟回來 它丟回來再捏 再跟它打 打到45度又回來 把我們製造一個無限槍位的狀態 這個就是打台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去做拉位置 補位 不然東西一飛進去 你要花50 100 甚至100多 你看我今天是把它當作金證 很有價值的在打 不然正常來講 前面如果是這樣的貨的話 我們應該不會去 這麼的拼 去拼它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再去尋下 下一台 來吧 我們再來做最後的一個對比 像像這一台東西擺的 滿不滿 如果今天 我們正常的剛剛隔壁那個技術台 能夠擺到像這麼滿嗎 絕對不可能 但是因為這一台有做鐵鉤的設計 所以它東西 已經把它縮洞口縮到原本這麼大 然後縮到剩這個樣子 所以它東西才能擺到那麼的滿 然後它擺到那麼的滿的狀態之下 還有做一些擋天車 所以你就是右後方你會拉不到 你看到這裡就結束了 所以它上面那一圈 好看的 好看的 所以你今天要去說 東西不夠滿 還是 怎麼樣 其實東西當然可以這麼滿 但是你就會多了很多防禦 比如說擋天車 縮洞口 甚至有機台的防禦 我可以去做一些 延遲 延遲類的 或者是讓你比較難抓的那些台性 當然我的東西就可以所有 全部都那麼的滿 當然不是問題 但是今天的條件 你要先決看你的台性 是如何 台子只要大甩 大甩啊 你看像這樣子 直接滾出來 所以它才能夠擺到那麼滿 我去做縮洞口 但是我擺到那麼滿 讓你去 有機利用滾的出貨 但是當你滾不出來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一個保夾 然後這個就給你下去 全包 這都卡都不斷喔 對 它的那個鑰匙圈如果卡到那個鐵鉤上的話 但是今天的重點是要跟大家聊聊 東西為什麼沒辦法像這樣子這麼滿 還有你的防禦的設定啊 嘿 別人有這樣的 哎呦 別人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去做改變 我覺得不錯啦 很好 很久沒有這樣子 一整集都在 公圍公圍停耶 我覺得也不錯也不錯 可以和大家述說一下我打台的觀念 還有 針對影片上的留言的想法 我覺得是不錯的 是一個回應 好 就這樣吧 我們就最後出這一波 去把東西稍微 擊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中夾 這樣子吧 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集 然後我們今天整體這些打下來 大約也是打在一千出頭塊 應該打最多的就是我們的第一台 這一個 我們是打那一台 但是我們今天是 為了解說 然後直接打 我們完全沒有去做任何的挑台 只是剛好一進來看到那一台 這台好像 跟我想要說明的東西 蠻雷同的 那我就直接打 台性我也不管 商品怎麼樣我也不管 然後後面我們打的這一台 這一台就 很偏向於 我廠內的擺法 就是 標準台 然後擋板不高 技術台 然後當然就相對會有很多空洞 然後沒有縮洞口 沒有任何的 機台 內部的 防禦設定 所以大概就會像 這個樣子 其實真的是蠻像的 而且它 這裡沒有夾送 那種呱呱樂 對 這一整場 是沒有夾送 呱呱樂 上面是完全是空的 沒有任何獎品 我覺得這是現在這個 娃娃機 這個 領域 的一個 一個生態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就上面如果沒有任何夾送 沒有任何呱呱樂 洞洞樂 搓搓樂什麼的 大家就 遊玩的興趣真的是 完全不高 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回不去了 我覺得真的是回不去了 因為 打台的人 包含我自己 就是胃口養大了 大家就是已經不是以前那個 娃娃機的生態 以前最多 最多最多最多 有個夾送就已經是極限了 就完全 不會任何有刮刮樂什麼 還好刮野獸國 刮什麼刮什麼 以前是完全沒有 是後面的生態 娃娃機生態 演變成現在這個狀態 既然今天 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小斬子的影片就是在 昨天發布的 10月15號 然後今天是16號 我們隔天一早 就來 拍影片了 然後順便訴說一下 我們看我針對留言 然後去做一些回應 所以今天才會呈現的這部影片出來 做好自己就好 對 只能說 對啊 做好自己 然後今天呢 竟然負面能量那麼的多 我想到一個辦法 幫我 消除一點負面能量 就是 我今天夾的 這些所有的商品全送 而且我會用一個箱子裝起來 全部裝進去 就送給一個人 好 就這樣子吧 那我們的抽獎的辦法 一樣在片尾 大家再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可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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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